那现在他决心要夺回党权 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蔡英文也好 苏贞昌跟党外跟党内的其他派系 你要发动网军再度围剿我的话 我不客气 我要反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今天是12月8号 赖清德他染疫的第二天 我在中午时候 接到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的电话 他说赖清德刚刚跟蔡英文通过电话 他很兴奋的告诉我 赖清德要宣布参选当主席 况且除第一天去领票以外 他还告诉蔡英文 他下定决心参选 希望党内不要阻挡他 就是这句话 我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查证 1点33分 赖清德的脸书就公布他参选党主席的消息 这件事情的发展 好像是平淡无奇 自大家的预料之中 其实我在12月4号 已经讲 赖清德会参选 况且很快就会宣布 那你尤其是民进党 在12月7号 中常会做出参选党主席办法后 赖清德不顾幕僚的劝阻 与民进党大佬的关心 坚持参选党主席 现在尘埃落定 就证明我先前的判断 完全正确 赖清德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布参选 而不在12月4号 在开官邸汇报的时候 宣布 他在官邸汇报 已经告知 蔡英文 我要参选党主席的意愿 蔡英文不置可否 而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 那这些事件就是透过了绿营媒体 说赖清德正在考虑 他考虑的方向 是如何凝聚民进党的士气等等 现在证明都在胡扯 事实上他在12月4号 就已经下定决心 那至于为什么在8号宣布 是因为7号民进党中常会 通过了党主席的选举办法 那赖清德经过了两三天的沉思 今天中午他先通知了相关人士 及他的幕僚 说他决定参选 有人建议他最好跟蔡英文报告一下 他在中午左右打了一通电话 告诉蔡英文 就是说既然宣布参选的话 他希望党内能够合作 就不要去拦阻他 那换句话说 这句话的用意只有两个 谁敢拦阻 赖清德除非是蔡淑体制 蔡英文跟苏贞昌两个 才有权力拦阻他 那既然拦阻不了的话 那蔡英文会不会走下一步 这已经不是赖清德他关注的焦点 就是说蔡英文跟苏贞昌 会不会提出另外一组候选人 跟赖清德对抗 就我所知 赖清德已经不会顾及 蔡英文他们的想法 你推十组都可以 反正他选定了 不但是选定了 况且他第一天就要领表 那换句话说 在12月12号 开放领表的当天 赖清德一定会领表 就是说他要看看谁来挑战他 那换句话说 赖清德这个动作 会不会引起民进党内部的分裂 这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但是就赖清德来讲 他已经不管 蔡英文他们想法如何 他坚定的参选党主席 那第二个 我们可以理解到 赖清德在这个时候宣布参选 这是完完全全 他要掌握党机器 这个是对2019年 蔡英文的一个反击 就是说他当年走错了一步 没有参选党主席 让蔡英文指定党主席 结果他的民调明明胜过蔡英文20%以上 却被做掉 那蔡英文就发动了网军 对于他进行全面性的攻击 使赖清德不幸落败 而屈居蔡英文的副手 那现在他决心要夺回党权 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蔡英文也好 苏贞昌跟党外跟党内的其他派系 你要发动网军再度围剿我的话 我不客气 我要反击 所以他一定要掌握党机器 那赖清德的宣布 就是说引起民进党内部的震撼 居然有4000多通的暗战 狂暗战4000多通 那其中有民进党的一级单位主管 像青年部 像民进党的发言人 像民进党的组织部 那甚至于南部各个县市 当选的首长除陈其漫以外 还有包含市议员 还有包含立委等民意代表 狂暗战 在1点33分 赖清德在社群网站公布参选消息之后 狂暗战按了4000多通 那4000多通里面 三分之一都是党职人员 那换句话说 民进党内部的一级单位主管 全部支持赖清德 那第二个当选的县市长 三分之二支持赖清德 那第三个 南部县市的议员 也为赖清德狂暗战 那在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4000多通 他说明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 赖清德是众望所归 他要靠自己的实力 去夺得党主席 而不会再顾及 蔡英文对他的绑手绑脚 那第二个 南部的胜选区 几乎都支持赖清德参选党主席 而没有意义 因为在这个狂暗战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郑文灿 林家龙 林又昌 苏贞昌 他们等这一些人 已经成为一个民进党 参选党主席的边缘人 那换句话说 这些人未来要出来 经过蔡英文安排 要跟赖清德对阵 他们大概选不上党主席 让民进党内部 就是隐含分裂的诱因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非常重要关键的一步 现在进入赖清德总部的 全部都是他贴身幕僚 跟他的金主 还有跟他的朋友 那换句话说 赖清德入主党中央之后 会不会对民进党 党中央进行全面的 权力改组 而把蔡英文所任命的人 全部都流放到外面去 这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 所以从今天中午 12点多钟 我接到电话 经过一个小时的查证 已经确定 赖清德电话直截了当的 已经打给了蔡英文 注意啊 他没有知会苏贞昌 而是由蔡英文去知会 其他派系 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指标 那最重要的 你的赖清德他下定决心以后 我就要看绿营媒体 还有民进党的党中央 如何看待这件事 那经过一个小时的查证 差不多在1点20分左右 他们跟我回报 的确跟蔡英文通了电话 他也的确要宣布参选 他也的确要第一个零表 然后你更重要的 不管任何人的挑战 不管蔡英文如何的安排 已经不在赖清德的考虑当中 所以12月8号这一天 应该是民进党内部 地震的开始 当然这个圣波 能够持续多久 就要看赖清德的实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